OK,如果你们要去淘宝 你们要做些什么 OK,我现在教你们 First,你们要开Internet 非常简单,Internet在哪里 OK,Safari 看到没有,这边 Safari OK,然后我们就开 我们要去 淘宝 看到没有 这边 淘宝 OK,我之前已经有做过了 所以 它电脑里面 它自然而然就会懂 淘宝 So,我们按 淘宝.com Enter OK,然后它就 浮现这个 page 淘宝 OK,so,这个地方是 第一步走 Step 1 OK,We need to choose 我们需要选 我们要买些什么 OK,so,你要 你看,它有很多 很多不一样的产品 你也可以在那边 key in OK,you want shoes OK,shoes 它就一大堆东西出来的 你要换那个language 这边换 因为它是中国网站 所以你换成拼音 然后带有鞋子 OK,鞋子 然后按E 它就有鞋子 出来 OK,它有很多不同种类的 OK,重要的是 昨天 前天还是昨天 我已经讲了 因为淘宝有很多 卖鞋子的人 卖东西的人 So,它有不同的 有人气的 OK 有销量的 有信用的 我们try to 看那个信用的先 因为可能我们还钱的 它会just跑掉 OK,so,我们需要找 那个信用 我们就try那个信用的 我们click OK,let's say 然后我们就选哦 开始选 OK,我觉得这双鞋不错 我就click 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new tab OK,这个是tab OK,这个是我们之前的tab 你看啊 我要click这个回去 它就回去 我们刚才那一片 全部的东西在那边 OK of course,你要高跟鞋 平底鞋 你自己在那边type OK 所以我们要的这双鞋 OK,这双鞋是我要的 它有很多款 不要紧 Let's say 我选这个pink color的 第三个照片这边 OK 我选这个啊 可是 我不要在淘宝这边选钱 OK 淘宝只是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order 所以我们需要去 65代购 OK 代替你购物 代购 所以我们要怎样去65代购 我们 go to a new page 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tab了 加多一个tab 加多一个tab 这边也可以 或者你去file 或者你去file new tag 也可以 OK short cut 是这个 command t OK 在键盘上面 keyboard 看得到这个 command t 所以我们去 这个 他就给你一个new page 所以我们继续 65代购 所以你type出来 你看现在这华文字会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关 因为这个是language 我们换成英文 全部网站都是英文的 so 代购 65.typego.com OK 按enter then yes 他们常常都会有这个pop up 让你知道有什么 促销 什么新的offer OK 所以现在这个offer是 他跟你讲 fire anniversary new agent fee OK 你add to card starting from 这一天到这一天 你add to card and submit your order with mobile app so我们 要用mobile app submit 他就free free的那个 shipping OK 可是我们现在 你跟着我做先 等一下我才跟你讲 那个mobile app 我还没有去看那个mobile app 但我们可以先做这个 OK 这个offer不用管他先 等一下才回来 OK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去这个东西了 OK 你看 他这边有中文 英文 OK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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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in register shopping card contact us help OK log in 是when你已经register了 因为我们是新的客户 我们需要一个户口 在615带购 我们才可以帮忙买东西 带购 就是代替购物 OK 所以我们就按register 你看到了 他这边有email address password confirm你的password 你的ID handphone number then you register 不然你可以用facebook OK 我不喜欢用facebook 所以我们 go这个way OK for example email 我的是 这个 不要管这个东西 就是看我打 这个 OK so if 是mother的 就是 我忘记他email是什么 好像是这个 OK 有时候 OK then我们就 OK 这个 是好像 比如 615带购 有什么促销 还是他order 有什么问题 还是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email address address 就好像我们的地址这样 所以他就会寄信 来这边 OK 他就会寄一些 我的件啊 还是什么给你 OK 所以这个 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if你忘记password 他就会寄 那个password 去这边 OK then for password 是password to log into 这个account 不是你的email but 为了 安全 你 你就log in OK for me OK 我 just type 那个 s65815270 OK then after you confirm 都一次 65815270 所以我不要帮你 set up先 因为等一下 你们可以try OK then uniqueid 这个是你的名字 他会叫你 他会跟你讲 hi 谁谁谁 so forwarder OK 我自己弄我的啊 我forwarder是 jonbenji OK 这个是 我的 绰号 OK jonbenji 是我的 nickname 所以他就会用这个来记录你 OK then你的号码 我的 9883969 什么 OK then you unregister then他就会寄一个email给你 OK then你就去你的email看 到时候他就会跟你讲 哦 65代口 这个是我 那时候set up的时候 他给我第一个email OK 他就会跟你讲 Welcome to 65代口 Please add your address into contact list 这些 所以你看他会跟你讲 哦 enjoy 10% discount OK 这种就是 头头是这样 再就跟你讲 哦 已经set up这个东西了 无所谓的 不用管他 OK so我去65代口啊 so现在你已经set up了 OK 你把这个关掉 你看 我已经有log in了 这个是 你已经set up那个东西了 你的account已经好了 so 你去 jonbenji 好像这个是我的account啦 then我的password 然后就log in 你看 哦 然后他每次就会有这种促销 你不用管他 因为他跟你讲哦 visit 每天你来这个website 他就会给你credit啦 你可以 它好像折扣啦 可能一毛两毛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你看 你看我现在哦 他有一百point的credit so 这个是我的户口 我的户口里有什么东西 之前我已经有看过 7样东西了 这个是我放进去的 可是我还没有买 这些东西 OK 我要的话我就还钱 click 他就 还钱 你看 第一步 是shopping card OK 第二步 是checkout 所以我们现在在645代购啊 so 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 在淘宝选的 OK 等于现在 我们要做shipping arrangement 他就叫你pay now 给你pay now 他就会跟你讲这个东西 你需要top up OK 我们不可以直接用credit card扣 他要你放钱进去那个account 你才可以从那边买 所以我现在有401块3毛半 我就top up401块3毛半 放在里面 等于我买之后 他直接扣到完 不然你可以放500块 600块 700块 你要放多少钱都可以 then 他就会从那边扣 你放少 他就 没有办法买到完哦 好像你如果 你只要checkout一样的话 好像 我这边有一个 180块的东西 OK then我就checkout这个东西 而已 所以我就180块就够了吗 我放200块 哦 还有剩 可是如果你要checkout 全部的东西的话 你需要用credit card 还是什么 top up so far我还没有买到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 OK 所以我们try top up 你看他就会跟你讲 pay now combine to pay 就是全部一起还 还是什么 OK make the transfer 你看他就会跟你讲 不是credit card的哦 他要你给你现钱 so choose a bank to transfer 65代购 dbs account 如果我们是dbs account 我们就transfer给这个 这个account 如果我们是ocbc account transfer 用这个account transfer给他钱 OK then你看 你看他讲 put your65代购 dbs as your internet banking my initials OK so 我不知道father有没有internet banking 如果他不可以的话 等我回来才做咯 不要紧 OK but 最重要的是你们学好这个东西 OK so most of then I complete my transfer OK then我们就 你看 他就跟你讲 wow fill in transfer去哪里 就是你transfer什么 other amount 多少钱 transaction number 就是你transfer之后 他就跟你讲 那个银行会跟你讲 oh你有这个这个number then you key in 这样 then you confirm and submit 就这样 then you wait for 一个verification then you等你的货来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我们 最重要的是 I think 你不要 就可能就不要买银咯 如果你要go through 这个东西 可以用i banking咯 最重要的是 用i banking OK so OK 这个email 我们不用管它了 这个account 我们不用管它了 我们从头开始 OK 我们已经set到这个account了 所以这个是setup OK 我们的鞋子 要的鞋子还在 OK 我们重新开始 OK 你就已经来到这边了 你看我已经log in了吗 My account OK 这是johnbenji 他记得我 我里面有三样东西 OK 我里面有三样东西啊 OK 我现在要选这个鞋子 OK 我要怎么选这个鞋子呢 这个鞋子还有一个code的 你看啊 你要对一对看 19.04 OK 我就这个 然后我就去这个link 因为这一片是属于这个鞋子的片 这个link是属于这个鞋子的 每一样东西的link都不一样 OK 好像我决定不要这个鞋子了 我换成这个 OK 这个拖鞋 这个的link跟之前的link不一样 所以我们copy OK right click 然后它就有这个 copy 看到吗 蓝色的这边 copy 因为我们就copy 这个link 这个叫做link啊 好像它是属于它的一个密码 这样 OK link 然后我们就去 65代狗 buy the world for you we buy 它帮你买这些东西 从中国买进来 你给它钱 它就帮你送进来 so please paste url OK 那个link也是叫 url 所以我paste 我之前copy的 OK paste OK 然后就click 要等一下 它跑慢 OK 你看 现在我们在65代购啊 已经不是在淘宝了 淘宝 记住 只是给你选而已 65代购 是让你买的 所以你已经决定好了 OK so OK let's say我要 黑色 so这边是13块7啦 OK domestic shipping 它跟你讲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just follow anyway不会很贵 so如果它有价钱的话 也不会说太贵 OK then let's say我的是38号 OK then 我每次会 just放广州 I think广州比较靠近啦 我也不知道 上海好像比较远 所以我们去广州 then 我们选economy air 如果你要久一点的话 便宜一点的话 你就放c 我暂时还不知道 分别在哪里 OK 所以你选 它 它选了就会变成蓝色 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 你看啊 它这边是没有得给你选的啦 我是在淘宝选的 我不知道这边是什么 so 那些 只是给你看一些细节咯 好像 maybe你选选的 then你可能不要了 so at least你可以在那边看多一次 OK 把我confirm要了 你看 我一click 那个price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时候那个颜色 黑色普通版 还有黑色 你看 还有不一样 就OK add the card 我的card就是一个篮子 购物篮 OK 哇 还有之前我要买的东西 全部还在 就OK 你看 它就会顺便帮你convert的 新多了 3块5毛 帮你 很便宜 OK 那你就check out 你就讲哦 已经好了 我不要买了 如果你还要再买的话 你就回去咯 你看 哇 这些东西是不要的 OK 如果不要的话 就 回去 回去也是可以 去main page也是可以 因为它不会跑掉的 去65代格的意思 就是 我们还在65代格 我们想买多一双鞋 OK 这双 OK 买这双 哇 买这双 OK 很多颜色 不要在那边选钱 因为这边是 只是给你看看 只是给你参考 OK 质量呢 照片什么 给你参考 还有别款呢 什么 OK 所以我选中这个 一样 copy那个link right click copy OK OK then你去 65代格 从 淘宝 淘宝 去65代格 OK 然后你去paste paste paste 是right click paste then easy buy 好像我在这边 在之前 这边也是可以 所以 这边 我就选 那个 磁码 颜色 还有 从哪里 to 哪里 which warehouse 我也不懂这什么意思吧 我就随便选 反正两个都没有什么分别 然后就 Economy Air Sensitive Air 还是C 我就放 Sensitive Air 是用空运过来的 可是它有不同的空运 Express 应该是最贵的 so you add to card 它就 在这边 在任何时候 你觉得你不想要这双鞋 你应该可以关掉的 你看 Do you want to delete? yes delete 所以 它就不会在你的 shopping card里面 ok so after that check out the items so 你要check out每一样吗 还是不要 如果你要 我只要这双鞋 check out ok 没有问题 just选 我只要check out这个 跟这个 ok 总共 两样东西 十五块八毛三 check out 等下它就会跟你讲 shipping多少天咯 哦 十五块 八 三块 什么 你看这样也 多多 它只算你 十五块八毛三 不懂为什么没有 shipping 有吗 完了 这个好像是shipping 你看它有shipping 零 没有 就不管它 总之你看总共的在这边就对了 and you pay it pay 可是我的 它跟你讲prepay balance 之前我没有top up 嘛 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 justtop up那个价钱咯 so 你可以 在iBank你可以top up十五块 八毛三 然后你就按top up 然后它就会给你这个东西 然后叫你top up 然后你transfer 用这个 ok 很简单 so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慢慢 shipping shippi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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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